大家好,我是一丘维系教师的帅老师 从今天开始,由我主讲推出初中级关子系列 希望大家共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脚上这道关子题 白线 最常见的收关次序 是这个打赤 黑旗连接 白旗一路斑斩 这个收关次序下 黑旗脚上时空大约十目左右 那么在这个脚上 白旗有一个收关妙手 是这个靠 充分利用脚上这颗蚕子 黑旗如果连接 白旗一路斑斩 黑旗补助断点的同时 白旗紧气 在这个位置 黑旗对杀 杀不过白旗 如果黑旗搬 白旗打赤 黑旗连接 白旗一路路过 黑旗打赤 白旗连接 因为考虑到白旗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小间 形成老鼠偷游 所以黑旗还需要 后手补齐 这个位置 黑旗不但被搜刮了 脚上时空 还落到后手 面对白旗这个靠 黑旗最佳的收关次序 是这个打赤 旗行比较完整 白旗拐打 黑旗连接 白旗一路渡过 这是双方最佳的收关次序 结束之后 记者 根捞 换 识 WIN 这是 识